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2月6日 星期二 星期二正日 我們有一則獨家的猛料要爆 我們說了那麼多年 中氣集團 很多人都還是半信半疑 究竟有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有個網友 他說親身經歷 現身說法 不是他直接去換器官 而是他的 很親近的親人 當然不可以透露 始終那個人還是活人 他的親戚 上個月去大陸換了兩個肺 以往不能換 現在不能換了 在他上面接頭的是兩母子 拍胸口保證 已經有肺 等著你去做手術 保證是年輕人 保證是年輕人 他們也可以在 外面隨意去選擇 當然要跟學校勾結 血型不適合 但A型的O型當然是不適合 可能O型可以輸血給任何人 但是器官 很大部分排斥了 所以 怎麼也要A型找A型 大陸最近那麼多年輕人失蹤 我想也是 去了這些器官市場 這一節 真的是家長指引 要跟大家說一下 光顧中氣集團 這個 活摘器官的 金錢交易 當然還有很大的政治 就是有國家護航 他本身在瑞士 打算賣一間房子在瑞士過世 是有錢人來的 是有錢人來的 好了 結果呢 花了240萬 買一對肺 另外還要花三百多萬 由瑞士包一架醫療專機 來香港 再轉去大陸 先在香港做中轉站 然後飛回大陸 飛去廣州 因為他們在廣州 香港不可以做這些生意 不可以做這些手術 只能在廣州 好了 現在 上個月的事 然後他就說 因為活體器官 即是整個器官不可以入香港 所以 只能在廣州做手術 即是他有肺給你 我交給你 不可以拿來香港 他說 他聯絡到廣東省第一人民醫院 肺移植中心的負責人 他們同意去上海醫院等同優先的條件 他們還保證可以請到中國肺移植手術最好的醫生 陳靜瑜 幫他做主刀醫生 我記得要隱藏他的名字 幫他做主刀醫生 做這個移植 肺移植手術 是50萬至100萬人民幣 這個是另外醫院收的 這是廣州醫院收的 而瑞士 去到香港的包機費用 是多少錢呢 總共花了三百多萬 香港去到廣州 其中 包機費用是5萬元 從香港飛回廣州 然後他還要中間疏通 要花20萬元的中間費 他還給了一幅相給我 就是這個老人家 他年紀也大了 在醫療專機上面的照片 當然我不去給大家看 他們 要求 把錢傳入瑞士一個私人銀行 醫療的費用 包括日內瓦醫院的費用 以及醫療專機 就是306萬 4980元 港幣 可以有一個人 家人陪同 廢運到香港 其實不可以運到香港 要直接 就去廣州 當然不會有貨在廣州 怎麼會有人來香港 所以要去廣州做手術 但是他也可以要求養和醫院派人上去 因為 有法例的 任何人將任何的器官進口 香港將該器官移植於人體內 或是將該器官出口輸入某個國家 而這個器官 是在該國移植於人體內 而那個人應該知道 或是一些經合理查詢 你應該知道 曾經有人 為這些器官付款 則不論任何的方式都是犯法的 香港法律 只要有付款 你就一定犯法的 所以香港是不允許 任何進口的器官移植在受鎮人體內 除非有特殊條件 大家自己查法就查得到 故事講到上集 講下集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校備頻道 月費贊助 透過這個中間人 當然你不會直接向中國政府買費 透過一個中間人 說 他們有一間研究公司 已經收了這個病人數百萬 虧本 因為 錢已經花了很多 其實也有機會被人騙 因為 你怎麼知道 有病的人 尤其是有錢人有病 肯定是 會 不適任何代價的 瑞士 運到香港 養和 包括調養費 剛才說了 大約40萬美金 剛才付了300萬那個費用 另外還付疏通 大約是40萬美金 多一點 其實 其實 在瑞士的時候 他的醫生當時就說 在我們國家其實已經拔後了 沒得救了 但是當時換費是當時 病人要求 他的兒子 老爸說要換就換就換了 他們家是有錢的 好了 當然我們 不方便詳細說 他 養和醫院 原來都可以派出一個醫生 兩個字 操大陸口音 其實也是大陸的活摘器官醫生來的 他們主要在養和的工作 就是聯絡香港的有錢人 在養和協調之下 回大陸 換腎 換器官 好了 現在他說 換了肺之後 他突然說 腎有問題 又要洗腎 養和醫院的醫生告訴他 大陸 心肝脾肺腎 任何器官都有 之前不是有個法官的嗎 出了事嗎 換心的 大陸給他就可以了 大陸就可以了 他也是 聽回來 應該也是回大陸換 因為香港有法律 他始終都要顧忌香港的法律 所以 他也是上了廣州 換器官 換心 那麼那些心在哪裏呢 你問一下他 年輕人來的 你問一下他大法官 國安法法官 我不想開他名字 你的心也是 活摘一些年輕人的器官 移植到你那裏 好了 現在 我們 講這些故事 是真人真事 之前 其實是很多年前 我們也跟大家透露過 有一個在香港 開餐廳的 我不方便說的 因為很多人都認識 我已經說過了 你們記得就記得 不記得就算了 一個 開餐廳的 呂強人 她的老公當然是發達了 有老婆那麼厲害 她 上了 2012、13年 花了600萬 又是由養和 直接 就一架 專車 因為香港不用專機 人也都可以 沒事 不用包機 坐一架醫療的專車 由香港的養和醫院 直接送到廣州的人民醫院 當然是最頂級的醫院 由養和醫院的醫生粗刀 她不信香港醫生 由香港的養和醫院的醫生粗刀 不信大陸醫生的意思 然後 直接搞定了 所有的費用 連買腎 成為 600萬 有 專人其實一天就搞定了 她就換了一個腎 當然要在香港要準備一兩天 做完手術也要調養一兩天 醫生是陪賣 她回來 當然 如果做手術的時間 做完是否立即可以下來呢 我不知道中間逗留了幾天 總之醫生是陪賣她回來 收了一筆錢 總共花了600萬 這是十年八年前的事 600萬 是一大筆錢 大家都明白 好了 當時 10年八年前也是一個不是小數目 這樣 其實 大家都心照 很多有錢人都知道 去到養和 你想要甚麼器官 他都可以幫你安排 因為養和 已經是跟大陸有掛勾的 做這些生意的 醫者父母心 個個都希望 他們希望病人沒事 當然他們希望病人沒事 但是那個器官的來源 是從哪裏來的呢 可能我們做完之後 就收到養和的律師信 告我們 我們也不怕了 被人告開了 東方日報給律師信 我們 星島給律師信 我們 要告我們 然後 香港01 香港三大媒體都發律師信 要告我們 我們也不怕被人告的啦 你就告我啦 接下來我們也不爭再養和醫院 也發律師信給我們了 你們就是參與中國活摘器官的生意的一間醫院 你們也專門做這些生意 因為很賺嘛 可能幫到香港人 主要是幫到香港有錢人 問題就是 你們這些錢是陰工錢 年輕人失了鐘 就是賣了給你們 大陸那些年輕人 無端端失蹤不見了的 找一條絲 所有器官被人拿掉 就是賣給你們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